Hello,大家好,这里是Jobber的思维成长记录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关于楼霍王朝的建立和三角战争 我们先来讲讲楼霍王朝是如何建立的 就1511年的时候,葡萄牙占领了马绿甲 然后那时候的苏丹马莫沙跟他的儿子阿莫就退守到去巴尔跟马婆 就在巴尔跟马婆建立要塞,准备展开那个复国战争 然后他的这个复国战争也没有很成功 然后又再被葡萄牙人赶到去彭衡 然后他们就在彭衡住了差不多一年左右 然后由于彭衡的苏丹阿杜加米尔 苏丹阿杜加米尔是那个马六甲苏丹马莫沙的后裔 而那个苏丹马莫沙也将他的女儿嫁给了彭衡的苏丹 所以因此他们和彭衡的苏丹的关系是很好的 然后那个复国运动也得到彭衡苏丹的支持 就是成为他们最强力的后盾 然后除了彭衡苏丹的支持 然后苏丹马莫沙在1520年的时候 他也有前史到中国求助 并在1521年的时候向中国朝贡 但是那时候的明朝也没有出兵相助 他只是要求葡萄牙人归还土地 然后要求附近邻国帮忙协助苏丹马莫沙 但是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应 然后从1511年到1536年间 那个苏丹马莫沙展开的那个复国运动期间 他多次攻打马六甲城外 然后也经常派人去骚扰那个马六甲的边陲地区 或者是打抢葡萄牙人的那个船只 他甚至封锁那个麻坡河口一带 来阻断那些两船从爪哇运去马六甲 企图来造成葡萄牙军的饥荒 苏丹马莫沙他虽然是失去了那个马六甲的国土 但是他还是保有那个马六甲苏丹的尊号的 然后并获得那些马来半岛跟苏门达拉 大部分地方和蜀国 比如那个麻坡、林茂、双齐、乌龙、苏埃乌中 巴胜、曼龙、木外、霹雳、彭亨等 加罗西国跟阿鲁和那个甘巴和印德拉奇利等地的效忠 然后父子两代发动过七次的进攻 苏丹马莫沙在世的时候就发动过六次 在1513年、1511年、1516年和1519年 苏丹马莫沙的进攻都是不成功 然后他的这些攻击行动是惹怒葡萄牙人 然后葡萄牙人为了瓦解苏丹马莫沙的势力 然后葡萄牙人在1520年的时候 西基尔巴尔 迫使那个苏丹马莫沙迁都到料内群岛的冰丹岛 冰丹 苏丹马莫沙在冰丹岛建立了那个海军的要塞 然后继续谋划他的那个收复国土的计划 然后接着在1521年、1523年、1524年和1525年 葡萄牙人连续攻打冰丹岛岛但是都失败了 然后在1525年的时候 苏丹马莫沙发动了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场复国战 他动用了水路两军兵分两路的进攻 那个普属马六甲 他围攻了马六甲一个月 但是他没有杀到进城内 就被葡萄牙人的援军从印度赶到 然后他又再次的失败了 他这次的失败造成1526年的葡萄牙人大局反攻 造成他从宾丹岛岛又再逃亡到去苏门达拉的干巴 在两年后他就去世了 然后苏丹马莫沙去世过后 就由他的儿子阿拉乌丁利亚沙二世继位 本来是由长子阿莫继位的 但是由于失从那个长子被咬 然后吉兰丹公主所生的那个穆扎法沙 曾经被立为储君 但是苏丹马莫沙比较宠爱 由莫泰西之女法蒂马所生的儿子 阿拉乌丁利亚沙二世 所以他就只好将那个穆扎法沙 送回去霹雳当第一代的霹雳苏丹 然后在1530年的时候 利亚沙二世重返楼佛 他在那个楼佛河上建立要塞 继续展开复国战争 但是他那个复国的热疹并没有他爸爸那么强烈 他只是发动过一次的复国战而已 在1533年的时候 他率兵攻打马六甲 但是战败而回 然后在1535年的时候 葡萄牙人攻打罗伙 双方都有胜负 在1536年的时候 那个麻婆基地沦陷 利亚沙二世他只能求和 而葡萄牙人也承认了 他是柔佛苏丹的这个地位 然后因此那个复国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过后利亚沙二世他就一直留在柔佛 他也放弃了马六甲苏丹的这个尊号 然后在1540年的时候 利亚沙二世定斗在救柔佛 关于这个柔佛王朝的建立 有几个不同的说法 有些人是说 是利亚沙二世即位的时候 就开始算起 也有人说是1536年 葡萄牙人承认柔佛苏丹的时候算起 也有人说是1540年的时候 定斗救柔佛的时候开始算起 但是哪一个都好 就是柔佛王朝成立 建立起来 然后在1537年的时候 苏门达拉的东北角的雅琪 他开始崛起 就新开了那个三角战的序幕 那个战争开始于1537年 结束于1636年 刚好历史100年 他主角当然是柔佛 雅琪跟葡萄牙人 他三方就是为了各自的原因 互相讨伐 然后三方也没有绝对的优势 去拿下对方 然后最后也是三败俱伤 就导致荷兰人东来的时候 就轻而易举的拿下 扶属马六甲 那个战争爆发的原因 其实也离不开商业利益 领土 还有宗教信仰的不同 就自七世纪以来 马六甲海峡就成为了 西方和东方的贸易的主要的通道 谁能控制马六甲海峡就是谁能主导这个贸易权 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过后是 他就是强迫凡是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交税 然后影响了雅琪的贸易 然后葡萄牙人也想要将他的势力伸入那个苏门达拉岛 只是刚好被那个崛起的雅琪所驱逐 然后同时雅琪也想要控制这个马六甲海峡 也想要争夺这个商业利益 然后他觉得唯有通过战争这个方式来和葡萄牙人一决高下 然后同样的 为什么讨厌葡萄牙人 第一他们本来是马六甲的苏丹 然后被葡萄牙人打出马六甲 这个是第一亨 然后第二亨是旧柔活的商业地位不比马六甲 从中能赚到的那个钱也不比在马六甲的时候赚到多 然后同时雅琪的强大也对柔活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也是他其中一个心腹大患 他不断影响他们的收服马六甲的计划 让那个皇室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权 再来是那个宗教的斗争 由于那个宗教信仰的不同 自然也会变成敌对的阵营 然后在那个普属马六甲的那一期节目 也有讲到葡萄牙人打压穆斯林 就变成很多那些穆斯林都逃亡到去雅琪跟柔活 加上很多那些穆斯林商人聚集到雅琪那一边 就自然会变成是打击葡萄牙人的主力 虽然在种族啊文化和宗教方面 柔活跟雅琪是在同一阵线的 但是在那个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和商业利益上面 也又是敌对的他们 总之就是三方面各有各的盘算 他们的矛盾无法调解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个战事就是一触即发 然后在1521年的时候 葡萄牙为要熔断苏北商业和控制马六甲海峡 他出兵攻打巴塞 但是被雅琪打败了 然后将他的葡萄牙人的势力逐处输到 就成为了这个战争的前奏 在1537年9月的时候 雅琪为要阻止葡萄牙人的商业发展 然后并且要报复他之前的入侵 他就派遣了3000的士兵 对普蜀马六甲展开第一次的进攻 但是他失败了 然后在1539年的时候 雅琪发兵进攻 向来是柔活的蜀国的阿鲁 就是要向柔活展示他的实力 然后柔活也生气了 他就联合彭昂和毕利的军队 一起集结了一支舰队 然后和那个雅琪展开了海战 他们利用对当地那个潮汐的了解 然后打败了雅琪 令雅琪上市了13000多名士兵 然后这一次是自马六甲沦陷以来 柔活军所获得的第一次胜利 他这个胜利处抢回那个阿鲁的统治权 也很大程度的鼓励了他们的人心 然后当然最开心的就是葡萄亚人 愚翁得利 反正你们想走我就看而已 然后由于雅琪的地理位置关系 他的元气也很快恢复 然后在1547年的时候 雅琪并没有向柔活进攻 反而选择了试探性的攻击 那个普蜀马六甲 他抢了几只那个船啊 然后在登陆马六甲土地的时候 他才惊动到葡萄亚人 然后他们最终被葡萄亚人的援军 从北大年赶到而把他们打退了 然后此时的那个柔活 他有把他的军队集合在麻坡附近 但是他没有出手 他只是在旁边观看 好像看戏这样子 因为当时的柔活跟葡萄亚人 他们有联盟之一 就是他们签订了 合约是联盟的 所以他们就修守旁观在看戏 然后在1551年的时候 在上一回战事中 旁观的柔活决定了违背 和葡萄亚人的合约 他就不顾老将军的劝阻 然后连同霹丽 彭亨和爪哇 假装要攻打那个雅琪 他其实是要去攻打马六甲 然后那个猪队友老将军 因为他劝苏丹劝不成 他跑去跟葡萄亚人通风报信 什么猪队友 然后就是葡萄亚军队 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们已经有防守了 然后就造成阿罗伯军偷袭不成 失败了 反正偷袭不成嘛 我就为你承诺 不给你东西吃 然后断绝葡萄亚人的粮食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 未经证实的传言 他是说有一支葡萄亚舰队 就前往夺取楼火霹雳港口 来逼那个楼火联军退兵 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 这个三个月的围城就此结束 他是不是这样子就不得而知 这一次的战争中 雅琪也是选择了 袖手旁观 就是你们打我看 这样子 然后就是惊讶 这些过他们三方都维持了 短暂的和平 就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的战争 之前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也可以视为是三角战的前期 然后到了1564年 他们三方的那个攻防形势 有了微妙的变化 就是雅琪先开始意识到 他要消灭普署马六甲 要夺取那个海峡贸易控制权的话 他首先要将楼火攻克 于是雅琪就突然出兵偷袭楼火 雅琪先是占领了阿鲁 然后他再直接出兵 对准楼火的首都旧楼火 然后这一次的战争 中苏丹阿拉乌丁利亚沙二世被俘 过后死于雅琪 然后雅琪就扶持他的儿子 穆扎法沙二世成为苏丹 然后希望和楼火原归和好 可以共同对抗普署马六甲 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举动 其实想要告诉楼火 展示他们的实力 就是你要打我是不可能的 不如我们一起来合力 对抗普署马六甲会更好 然后他这样子服侍苏丹木扎法沙二世 就是想要打造一个 听命于雅琪的楼火苏丹 然后在1568年的时候 雅琪就出兵攻打普署马六甲 但是他又失败了 而且他把这个的战败原因归咎在 楼火出兵太慢 他的舰队迟到 然后导致在战场上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他未咬鞋粪就把这个气处在烧掉 楼火河的附近的村庄 害的也是那些平民百姓 然后他在第二次派兵 则是在1574年 然后第三次是在1575年 但是他都没有办法攻破那个法莫沙城堡 然后在1575年他战败的时候 他退兵的时候是他趁机攻打霹雳并刺杀霹雳的苏丹 然后他在俘虏苏丹的王后和苏丹的儿子 然后并俘立那个苏丹的儿子为傀儡苏丹 然后建立一个支持雅琪的苏丹国这样子 但是这个苏丹在1585年的时候被刺杀 雅琪的军事威胁使到那个楼火跟葡萄牙军进一步的合作 在1582年的时候雅琪再度放进 然后这次葡萄牙人协助楼火联合对抗雅琪并成功的击败雅琪 而这短暂葡萄牙人和苏丹的友谊只是维持了两年 在1584年的时候因为爪哇的翻船 不向葡萄牙人交税而向苏丹交税 这死到葡萄牙人很不爽 然后葡萄牙人就把他们的商人从苏丹那边撤回 然后并打抢那个苏丹的商船啊 就是苏丹跟葡萄牙人的友谊的小船缩翻就翻了 然后苏丹就马上封锁新加坡海峡阻止葡萄牙军的商船通过 然后葡萄牙人就必须另外找一条新的航道 然后这个举动使得苏丹对葡萄牙人在1586年的时候 发动了水路两边的攻击 然后在1587年的时候葡萄牙驻国的援军赶到 然后就击退了苏丹的军队 然后并摧毁苏丹的首都就苏丹 然后苏丹又逃亡了 这次就逃亡到罗霍河的上游 这个战争使得罗霍的元气大伤 他希望了10年他才恢复元气 而那时候的苏丹阿都查理利亚沙 阿都查理利亚沙 在逃亡期间去世 由他的儿子阿拉乌丁利亚沙三世即位 在那个巴珠沙瓦建党20年 这是属于三角战的中期 然后由此我们来到三角战的后期 然后在巴珠沙瓦建党的同时 荷兰人也获准在这里建立了那个商业据典 并和楼火结盟 就是借此寻找夺取 马六甲海峡贸易的权利 然后双方的合作关系 是因为1606年联合进军 普属马六甲的时候失败而告终了 而这个时候的葡萄牙人 他们对荷兰人的到来是被感压力的 以至于他们的国王下令要消灭和摧毁 这个不利益的新产物 并主动和雅琪合作 然后在1607年的时候 雅琪很有名的苏丹 马戈达阿兰 马戈达阿兰 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世界的国王 然后在这边我们就简称他为马戈 他虽然雄才伟銳 但是他也只能给荣活 以及马来半岛其他的苏丹政权 给予沉重的打击 但是他对普属马六甲一点头绪都没有 在他伤认过后 对马来半岛进行多次的进攻 1613年的时候 马戈攻打巴朱沙瓦 苏丹利亚沙三世和他的弟弟被抓 然后在1615年的时候 利亚沙三世在雅琪过世 而他的弟弟则被送回老婆继承大统 然后被称为苏丹阿兜拉玛雅沙 阿兜拉玛雅沙 并将雅琪的公主嫁给了他 然后由于苏丹暗中跟葡萄牙人来往 结果雅琪不爽 他就再次出兵巴朱沙瓦 将整个巴朱沙瓦移为平地 然后老婆又再次迁斗到那个龙亚 林嘎群岛 然后在1617年 雅琪攻占彭亨 然后在1619年 他再次征服霹雳 然后在1621年 夺取了吉达 然后控制了那个马六甲海峡 然后由于那个楼火苏丹 遗弃亚琪公主 又再次引发亚琪的讨伐 然后在1623年的时候 攻陷了龙亚 然后楼火苏丹又再次的逃亡 直到亚琪衰落之前 楼火王朝 他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黄斗 他就是一直在不断的逃亡 他的首都被摧毁又逃亡 被摧毁又逃亡 然后又每一次又做出一些很特别的举动 然后弄到人家去打他 首都被摧毁 逃亡 然后这也是亚琪最强盛的时期 然后对于普蜀马六甲 亚琪也他没有闲着 他在攻打马来半岛其他地方的时候 亚琪对普蜀马六甲的时候 他在1615年的时候 亚琪和葡萄牙人在麻坡沿海打了三天三夜 然后在1616年的时候 亚琪和龙火策划攻击那个普蜀马六甲 但是不成功 然后真正的大战发生在1629年 然后在此之前 亚琪已经将马六甲围成有两年多 然后最后他竟然被那个葡萄牙的援军打败 他已经围成人家两年多 但是他攻不进去 还要被人家的援军打败 然后因此亚琪就决定征集了 他所有的船只跟士兵 然后派遣了一支两万多人的军队发动总攻击 然后他这次的总攻击还是失败 他只剩下16个人安全回到亚琪报信 从此之后他的升级一时的亚琪就开始走向了衰弱 然后这次葡萄牙人的胜利 他也是获得一时的那个喘息的机会 因为荷兰人已经是蠢蠢欲动了 然后到1635年的时候 荷兰人已经成功截断所有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海峡的贸易 而在1636年的时候 那个亚琪的很有名的苏丹马哥去世 所以亚琪就开始走向了衰弱 就已经是无力在发动战争 因此那个三角战争正式结束 然后整个三角战争最后的赢家还是荷兰人 由于那个普手马六甲他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 加上他那些杀鸡取卵式的措施 导致很多人都很不爽他 加上他这些措施已经是很严重的破坏马六甲国际港口的地位 他也很严重的破坏了他的那些商业的利益 当荷兰人来攻打普属马六甲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无力抵抗了 而那个亚琪他也是因为这长时间的战争 他所消耗的那些人力物力财力 也是导致他后期走向衰退的其中一个原因 而楼火呢他虽然是经历多次的首都被移平 然后苏丹多次的流亡 但是他也没有被消灭 其实真的是可以说他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然后楼火后期开始重建 他也开始恢复了对马来半岛其他地区的那些种族权 但是他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再强盛起来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 有关那个楼火王朝的后续发展 我会在另外一个节目跟大家讲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内容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Jopper的思维成长记录 我们下期节目见